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下面就回答更起 感恩 南無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廣大靈感 觀世音菩薩 摩赫薩 感恩 南無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恩師 盧軍鴻台長 感恩 南無大慈大悲 諸佛菩薩 隆天護法 弟子代表新加坡心靈法門共修組 向師父提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師父說末瑪時期只有度人的人才能上去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跑到街上去發書弘法 但很多是剛修不久的 自己還沒有真正了解心靈法門的核心和學佛的目的 度人時往往講錯 師父說自度度人 要把自己先修好了再去度別人 那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這樣的同修呢 很簡單 首先你如果想去度人的話 你必須胸中要擁有佛 對不對 比方說你今天學佛 學心靈法門 你必須把師父的白話活法你先看 你看了哪些師父講過的 哪些沒講過的 你就講講過的 你把沒有講過的不要憋 你就不會做出不如意不法的事情了 當當剛剛開始要跟著其他人去度人的時候 你剛剛學不要衝在前面亂講話 因為口是最容易造業的地方 所以人家說嘴巴一出的話 你的業就立起來了 所以不要亂講話 哪怕度人發心是好的 你可能也會做錯事情 我問你們一句話 一個醫生只管開藥方 不管病人吃的死活 這難道也是一個好醫生嗎 但是有的老媽媽他們特別精進 特別想去像跟著我們一起去弘法 拿書嗎好了 他們在後面拿書 他們也想 他們也想 哎呦你應該信佛呀 觀世音圖上真是好 达摩佛米托佛 好了 這也挺好的呀 三姑娘跑上去講 嘿嘿你知道嗎 八正都三歸一 他們講什麼 他們有時會問 就直接問人家 你有病嗎 你家人 哈哈哈哈 他問人家你有病嗎 接下來人家問你你有病嗎 哈哈 大家都有病嗎 應該到醫院不應該在馬路上 哈哈 聽得懂嗎 問人家有很多的竅門呢 問人家有沒有 你最近有沒有煩惱啊 你有沒有壓力啊 人家說老媽媽你問我這些幹嘛 因為我告訴你我過去很有壓力 我很煩惱啊 我家裡煩到外面啊 我現在你看不煩了 為什麼 你呢看看這個DVD啊 這個人好像蠻靈的 很細心的幹 不可以啊 這個地方啊 哪有這麼多人啊 這是陸台長的弟子 你停下來 你有病嗎 你有病嗎 哈哈哈哈 你應該把血壓計和體溫表都帶上 哈哈哈哈 他如果說有病你直接給他測量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個問題 新加坡大多數本地華人他們華語程度不是特別好 所以看白話佛法有些詞語理解上還是有些問題 一些同修反應看不明白 但他們又特別想深入地學習白話佛法 像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怎樣幫助到這些同修 是不是讓他們多念心經求菩薩開智慧 還是我們用更白話的語言將自己的理解講給同修 請師父開始 嗯這個問題很好 就是他如果能夠想修了你就有救了 他如果到了那個觀音堂來 你對人家好一點坐下來 你就告訴老媽媽呢 你想看這個我告訴你 這個什麼意思 怎麼意思 台上這個白話佛法淺可以淺你看 深可以往深的裡面看 你就用更白話更白話更白話的話 跟他講 他保證聽得懂 你還可以加幾句 新加坡的當地的客家話 聽得懂嗎 那如果我們自己理解也有故 將師父的白話佛法誤傳給他們 那我們 你不能因焉廢時啊 你錯最多錯一點點 沒有關係的 到了台港這裡已經 easy 就很簡單了 你就算一點點 你就跟菩薩講吧 萬一我有今天要度人 我發心很好 關心菩薩 萬一我有做錯 請您多多原諒 我是反而入台 對不對啊 請菩薩慈悲 好啦 不會講啊 對 謝謝師父 謝謝 第三個問題 師父說功德大的人 救人不容易被靈性傷害 我們有時會 會有一些 被靈性追得很急的同修 需要我們幫助他 我們如何判斷自己的功德 能否承擔幫助他所悲的業呢 實際上你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功德 取個簡單的例子 你今天度了多少人 你就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功德 比方說明天我們法會 很多人今天去做點功德 誒打個電話 誒我今天去聽啊 盧太長講的蠻好的 你明天去聽聽吧 你度人了 那就功德了 對不對啊 你想想看 越是能夠幫助別人的人 讓人家開心發起充滿 讓人家能夠學佛 那就是功德無量啊 你經常事情做得越來越順 說明你功德很大 你什麼事情都有阻礙 說明你功德不大 這還不知道嗎 但是有的同修他們做了很多功德 也覺得自己的修行很精進 也很順利 可是幫助人放生之後 還是就有不舒服啊 發燒生病 那這種情況 他們會覺得很沮喪 那到底我們應該 怎樣判斷自己 到底有沒有 很簡單 很沮喪 幫助別人哪有不傷自己的 媽媽幫助孩子還會傷自己的 誰幫誰不傷自己的 幫人家備業的嘛 要幫助別人 你肯定會有一些付出的 那你要做菩薩 你就必須要付出 你今天不想做菩薩 你也不會出來幫人 所以希望大家 要學佛就出來幫人 有時候傷到自己一點 沒有關係 教一教觀世音菩薩 菩薩一定會大慈大悲給你解脫的 有些人 救人之後呢 會是在夢中被靈性追殺 或者是靈性說要他的命 那這種情況需要害怕嗎 還是要繼續幫助那個同修嗎 還要繼續害怕 靈性在夢中說追殺你 我要殺誰啊 你說你會不害怕嗎 肯定害怕的呀 害怕就說明你功德不夠呀 那有些人呢就去找法師來 找那種 過去有人找道教 找什麼 有些人問自己怎麼樣 家裡掛個葫蘆 實際上最好的方法 就跟觀世音菩薩說 我跟這個靈性 我念多少張小房子還他載 請他不要叮嘱我 明白了嗎 明白 有些人說他是發燒拉肚子 然後我們身不舒服 發燒拉肚子 小房子念下去之後 再吃點藥打打針 好嘞 是 有的是身體上真的有狀況 有的是夢中有狀況 但是身體中有狀況 除非 除非 直接靈魂上身了跟你講話了 被他控制住了 這個是大狀況 一般的替人家杯點液生生病 抽抽筋不開心 這種事很通常 那哪一種靈性對他的 把他搞得更厲害呢 是夢中被靈性恐嚇 還是說在現實 恐嚇你不要怕的呀 小鬼恐嚇你怕什麼 小鬼你不怕的呀 對不對 你如果夢中有一個人要叮嘱你 你稍稍想念念經 稍稍小房子給他 他就明天就不來了呀 聽得懂嗎 你不要怕的 做噩夢也是的 醒過來還怕半天 你會怕一個禮拜 但是你如果不給他 燒小房子 不念經 你可能真的會怕 一個禮拜 家裡會有聲音的 但是你如果 燒了小房子之後 他走了 你家裡就沒聲音 離開了 你就不怕了 聽得懂嗎 接懂 謝謝師傅 感謝師傅 感謝師傅準備開示 我們都會做完了 我們西加坡共修組 一定會一門經濟 努力弘揚新民法門 互呼呼關心菩薩和師傅的希望 謝謝 謝謝師傅 感恩南無大慈大悲 救苦劍案廣大靈感關心菩薩 感恩大慈大悲 武師奉獻的師傅 胡台長 弟子代表台北共修組 向師傅請安 祝師傅法體安康 常住在世 以下是台北共修組提出的三個問題 請師傅慈悲開示 第一個問題 今生的苦樂是前世因緣而生 想在今世離苦得樂 多消業障 最壞的方法是用小房子 還是多做工的 請師傅慈悲開示 感恩 首先很簡單 如果一個人一下子想把病看好 最好吃藥打針一起來 單單打針 有時候不能維持很長時間 只能當時的時候消消溫度 對不對啊 吃藥能夠消炎 所以我們學心靈法門 我們要想自己離苦得樂 最好的方法就是 又要做功德 又要念小房子 又要幫助別人 一起來 你的病才會好得快 才能離苦得樂 謝謝 楊師傅 第二個問題 夢中丈夫的要經者找我要經 自己能力有限 可不可以只還一部分 剩下的欠債讓丈夫自己還 但是丈夫又不念經 該如何處理比較好 請師傅慈悲開示 實際上這個問題 你就是知道了之後 就有一點問題了 為什麼呢 比方說 丈夫欠人家小鬼 載人家人要 對不對 如果你不幫他還 你丈夫會逃沒 可能倒沒的車 壓一下 或者腿斷了 或者這樣 但是你幫他念經 說我還一部分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他可能腿不斷了 他會生一場答兵 對不對 那你說 接下來的油 我丈夫自己還 問題你丈夫又不還 那接下來 他更倒沒 所以這個問題 真的是很大麻煩 所以誰叫你嫁給他呢 你既然嫁給他了 你就要幫他 因為你們前世有緣分 這就沒辦法 我勸你最好的方法 你跟觀世音古教說 我念多少多少遍 給丈夫還債 請觀世音古教慈悲 能夠開悟 讓先生也能夠 能夠懂得念經 他跟我一起玩 過幾天啊 我告訴你啊 他就會慢慢的都會念經了 我們在德國 一個德國人 你知道老媽媽 過去他一燒香 他的一個德國老公就 罵他 講他 翻他東西 到了最後呢 天天幫他 換水 點香 現在是對 他老公好得不得了 你有本事 你請觀世音古教 把你老公轉變 叫他天天 換水 點香 你就成功了 第三個問題 師父開示過生日 要過陽力 王人才過農力 王人才過農力 有同修問 為什麼我們過年要過農力 很簡單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因為實際上我們活在陽間 對不對 我們不是鬼啊 鬼不做陰的呀 不做陽的呀 我們是陽間的人嘛 我們當然是做陽壽了 我們也不是做陰壽 很多人過生日傻的不得了 今天7月26 我在過生日 你在下面 什麼都不懂 你當然過陽壽了 因為你在陽間呀 聽得懂嗎 感恩師父慈悲開示 台北共修主 在這裡 預祝師父在世界各地同法圓滿順利 並請師父保重法體 感恩師父 謝謝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 寡達靈感觀神明禹散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眾生 吳俊宏師父 弟子代表法國共修組 向師父取教三個問題 曾經文師慈悲開示 法國共修組 第一個問題是 第一個問題是 有同修在錄一些文化程度 較高的朋友時 經常遇到對方 質疑他度人的目的 純粹是為了做功德 從而產生反感和抵觸情緒 特別是有些 已經相信佛活動的人 因此疑心而止步 更深入地了解心靈法文 從而錯失修行的機會 恳請恩師慈悲開示 如何更智慧地讓對方 理解同修度人的動機 並非為了獲取功德 感恩師父 很簡單 大家 記住了 如果對方有質疑 說明他跟你們緣分不夠 既然緣分不夠 暫且閒都要照顧他 讓他有個過程 讓他忍住你 明白了嗎 所以很多人 你越盯著他 他越覺得你有目的 實際上我們沒有任何目的 沒有任何目的 你就慢慢來 不要盯著他 你就跟他講 你看一看DVD了 可能對你有些幫助 可以了 你這本書看一看 如果你不要看再還給我 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要去盯著別人 人家就覺得你有目的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現在的人跟人的惡氣相加 碰到事情 首先想到 你有沒有什麼目的 還有很多的 做各種各樣推銷的東西 也是的 聽得懂了吧 聽得懂 答應師傅 師傅 師傅第二個問題是 同學有一個關於 如何改掉习氣轉換思維的問題 我們是先要找的 不能改掉习氣轉換思維的原因 還是要先念小房子 和多做功德 消業障 是不是業障消了 境界提升了 從人間思維 轉換到佛法思維就簡單了 然後 在每一次的問題中 反覆練習 直至消除奇蹟 剛好 很好 這個很有創意 這個很有創意 它是用這種 叫方程式 想一次就好 這個思維是很好 但是我告訴你 人是一個最難轉變的 一個我們說高級的人體 對不對 他很難轉變自己的觀念 所以 靠某一個方程式 來轉變很難 那麼我們首先問你 你想轉變到菩薩的智慧 你怎麼樣來轉變呢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很延長的過程 你如果把這個過程 處理得好 你可能很快的 就把你的境界提升 我想獨立 我想獨立 我看見別人 看見年長的都是我的父母親 看見年比我小的全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孩子 你這樣的境界 你都不容易 你怎麼樣 一下子轉變 所以就是在 累積當中 學博 所以一個人做點好事 每一天做好事 不做壞事 365天之後 你就是一個大善人 如果你每一天做點壞事 不做好事 一年下來 你就是個大惡人 所以 學博就是每一天 弄壹點菩薩的精髓學學 每一天 學習菩薩的境界 今天我講話了 我像不像菩薩 今天我做事情了 我像不像菩薩 今天我想的事情 是不是像菩薩一樣 這樣 你才慢慢的成為一個菩薩 成為一個佛 第三個問題 師父說過 見性是功 平等是哥 那同學們在還沒有見性時 師父 只要做和佛法有關的善事 都能成為功德 感恩師父 實際上功德功德 就是說見性 就是說我有本性出發 比方說做壹件好事情 那是一個善德 善德就是在人間給你報 叫善有善報 那麼功是什麽 用發心 用很努力的心 菩薩的心 我去做這件善事 你就有功有德 所以叫見性是功 你做任何件事情 只要真的是為別人好 你就有功德 台長舉個簡單的例子 過馬路的紅綠燈 一個人 比方說 剛剛過馬路要跌倒了 有的人一想 就去摻扶他一把 對不對呀 這是個善事 如果有一個人想 哎呀 這個像我母親一樣 這麼大的年紀 我做菩薩 我就是要應該照顧他 應該慈悲心 這個時候你再去摻扶他 就叫功德 所以要學會 用心去做任何的善事 就是有功有德 謝謝 謝謝 法國公修組會議如既往的 跟隨師傅的腳步 湊液一心 紅髮多生 感恩師父 謝謝 感謝大慈大悲 祝福就讓廣大靈感 關心菩薩 感謝師父 感謝師父 感謝大慈大悲 為我們眾生奔波 師父你辛苦了 我們代表了高雄觀音堂 我們來自臺灣高雄觀音堂 向師父你請安 師父你真是辛苦了 首先我先代表我們高雄向心請看第一個問題 所謂法無定法 法是因為眾生而生的 師父你也說過 心靈法門是關心菩薩給我們的末法時期的一個方便的法門 確確實實的這個法門為我們現代人 忙碌的人帶來很多很多的方便 確實也讓我們心靈孤節的人帶來了很多的法喜 可是這個心靈法門卻顛覆了很多我們其他中派的一個很顛覆的一個想法 那麼我師父請問您 我們如何能夠散巧的方便的把這個心靈法門 馴揚更多的人來磨繫這個磨繫的群形 實際上你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不如法 要記住真正的法我們取個簡單的例子 比方說總科來講叫醫學對不對啊 醫學裡面分成很多外科內科眼科二科對不對啊 總的來講都是一個佛字嘛對不對 大家的目的是與人為善慈悲為懷對不對 不管什麼法門我們都要尊敬別人 法門都是通向彼岸西方極樂世界的一個道路 別人的選擇我們要尊重他們 很多人跟著地藏王菩薩修 很多人前世跟著觀世音菩薩修 很多人跟著我們的阿彌陀佛修 這都是不同的道路讓我們回天之路 所以不管是誰 只要你能夠選擇一條學國的道路 我們就尊敬他 我們就跟他好好的修 我們度的是那些還沒有信仰的人 如果有其他法門的人也願意學 我們也歡迎 這叫轉科 但是永遠的話題就是佛 謝謝 謝謝 所以我最近提到一個問題 所謂佛法就是生活的佛法 那這個佛呢我們也知道是一個訣字 就是生活當中我們要充滿了一個自覺 師父 我們往期真的不像師父我們開世了 我們往期所造的很多很多的作業 我們都有一顆如蘭的明珠 我們都蒙成了 那我們行為的造作 不斷不斷地都一直使我們再輪迴下去 可是心靈法門呢 我們這個小房子 確確實實是一個懺悔的法門 確確實實是一個懺悔的法門 確確實實也讓我們呢 透過這個修持這個小房子的練習當中呢 讓我們的心靈見到了光 可是呢 師父 我覺得呢 我們這個心靈法門呢 論又如何 因為我們有時候也在這個 不知不覺當中 我們做佛的蒙恩 可是有時候呢 我們自我意識又做了蒙的熏息了 我們又污染到了 那麼師父我們如何的 那麼正向的 不讓我們自己去蒙成 同時呢 也不讓人家來誤解我們的心靈法門 你講了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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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幾個字就可以回答 心裡蒙醇 經常會有污染 在人間是常識 為什麼我們人間要有洗衣機啊 為什麼要洗刷刷洗刷刷 比方說來誤解你的 要記住 誤解的只是我們自己 我們感覺別人在誤解我們 我們永遠不會誤解別人 我們永遠用一顆感恩的心 感謝所有的人 感謝所有對我們幫助過的人 他們都是菩薩 是未來佛 好好的念經修心 修你自己的心 外境在動 而心不轉 你管得了人家這麼多 那還有西方的這麼多宗教呢 台上在世界宗教大會上 我們見了很多的基督教啊 天主教啊 伊斯蘭教啊 那些教徒都在我們後台 我們給他們相互之間 我做我的 他們做他們的 大家在後台 你給我煎東西吃 我給你煎東西吃 我們沒覺得宗教有區別啊 都是一個啊 對我們很大很大的一個開示 均勃實實的 謝謝 對 得到你的鼓勵 會講非常的慚愧囉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是真的喔 對我們真的是 因為我們真的 畢竟我們都還是在書寫這個當中喔 對 那我們這當有時候我們真的是 魷魚 只是說 那我們要誤解了 我們是 不能魷魚 因為魷魚不好 魷魚會被炒掉的 要精進向前 沒有魷魚 然後我們有個同修 他問到說 如果說像家裡面 有職務人精神上有一些精神狀況喔 然後他們又 因為他才開始認識這個心念完了 他還不太懂得練精 那我們如果去幫助他 以及他在安養面當中 是不是可以二十四個小時喔 播放 二十四小時晚上只能播大悲咒 白天可以念心經 心經晚上不要念 因為心經是一種能量 是一種材 所以有時候鬼就會來拿 那那個往生做嗎 晚上做白天念 晚上不要念 兩三也是不要念 好那開車騎車 往生做也是不可以嗎 都可以 白天都可以 就是晚上最好就念他 當然像這種場面 很多 那你就可以念了 明白嗎 那時候很抱歉喔 有一位同修他繼續問到他說 如果家裡中有二十歲以上的那個照片 如果 比如說是全家照 以及結婚照 那如何 如果我們去處理他 那下來如何處理 請問他說 如果離過婚的話 這個結婚照 要怎麼處理 很簡單喔 離過婚 請下來 包包好 藏起來 不要燒掉 不要剪掉 留有一點緣分在心中 好 好 謝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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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實際上人對人 只要宣佛都比較可愛 好 好 沒問題 你站哪裡都可以 好 感恩 師傅 師傅問好 問好 問好 這麼遠 這麼遠 你也趕過來 你還這麼遠 趕過來看我 祝師傅身體健康 無防身體 網路有人眾生 謝謝 謝謝 好 好 好 什麼 問你啊 由於國外放生 有難度 不如在國內放生 方便容易 請問師傅 有些時候 有些同修需要大量放生 如果量很大 除了自己給 余老闆匯款 放生前 送小房子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讓那些幫忙 帶放生的師兄 敬念 想悲意 實際上啊 實際上 記住了一句話 只要他帶你放生 他不會悲很大的業 一般呢 總會悲一點 但是不會很大 因為他放生的時候 他說 就是你要放生 來化解冤解的 明白了嗎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要想明白 就是說 你叫這個人放生 除非他拿你的錢財 他一定被業 如果他不練財 他幫你放了 他是在造善業 所以你給他放 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多念經 好吧 因為有些地方 比較便宜 同樣花這點錢 能夠救更多的眾生 那也是好事情 第二個問題 有些同修 执著自己的夢 以夢境來指導自己的思維言行 甚至重大決策 這樣做如法嗎 靈性會不會駕馭 夢境來控制我嗎 嗯 首先 大家記住 夢有兩種 一種是預示的夢 一種呢 就是前世的夢 那麼預示的夢很多 你主要的 不要執著於做夢的情況 如果完全執著於做夢 你會做偏的 所以你這句話是對的 如果對你非常有意義的 比方說上午五點到八點鐘 這個夢醒過來之後 你的意識非常清楚 你記得裡面 所有的情景和所有的東西 那你這個夢就有意義 明白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如果你的夢 給你帶來心靈的啟提 有些夢是可以參考的 但是不能天天睡覺之前 你明天菩薩指導我 給我托個夢啊 我要去interview了 我要去面試了 能夠讓那個老闆 能夠腦子喜歡我 讓我靠近 明天這個夢來了 實際上 這些需求會偶然的 讓些鬼到了你的靈魂裡 還來控制你 因為當你有需求的時候 鬼就會來 你沒有需求 鬼不會到你身上來 聽得懂嗎 所以人家說 著魔著魔 我一定要贏 我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事情我一定要做 好 你著魔了 那麼魔就來了 所以最好不要去執著 自然來的夢 隨緣可以參考 不是自然來的 求來的夢 不一定準 明白了嗎 你不信嗎 台長今天在這裡 我只要給你一家吃 你今天晚上做過 你說 佛山我想知道 我錢是看什麼 保證你做到 你要有師父講 師父不講 你怎麼做得到 聽得懂嗎 你想知道嗎 不說 好 好 好啦 我憑三個問題 好的 第幾個了 現在第幾個了 第幾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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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海外時間待的久了 英文講得比較好 國語差一點 就是有的同學剛開始的時候 求術師傅進入訪問後 念經 念小房子 開始是很精進 當這個問題解決之後 然後間接 漸漸懸待怎麼辦 漸漸懸待 很正常 一個人 白天工作 晚上都有睡覺的時候 一個人懸待 實際上 本身就是一種循環 本身一個人的境界 不停地在轉換當中 盡量給他多多的鼓勵 多多的幫助他 給他很好的環境 比方說師傅在哪裡開法會 他如果來了 他聽聽回去 他又會進去 對不對呀 比方說 多給他看看書 看看DVD 經常讓他感受到別人的痛苦 他應該付出 就是不斷地用正能量 來充實他的負能量 這樣的話 他就給你充電了 他就不會懸怠了 懸怠是什麼 看到很多同修 做得很不好 不如理不如法 他們就很不開心 他覺得 哎呀佛怎麼這個樣子 實際上你記住 來修行的人 都是沒有修好的人 真正修得好的人 不會在人間全在上面的 那你為什麼對人家 要求這麼好 非要說你好 你修得怎麼這個樣 你說你修得不好 我不跟著你修了 你不是在耽誤自己的慧命嗎 Do you understand? please continue 謝謝 為祝師傅台灣法會 北美法会圆满成功 最后代表北美同修告诉师傅 我们一直在全新付出 全新付出筹备法会 最后从这阶段我们会更加全力以赴 请师傅放心 我们在北美期待师傅的到来 谢谢 我们北美同修 加拿大美国 他每个美国每个州 都有新领法门的共修会 所以很厉害 所以师傅真的发起充满 我就是没有任何愿望 我唯一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眼睛 保护好自己 平平安安 这是第一次的 感恩拿摩大 此大悲 感恩大慈大悲 摩尔利他恩师如今宏台长 感恩祝荣天护法普省 尊敬的师傅您好 我代表上海公修主有六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上海就在这一样 上来就六个 这六六大顺 第一个问题 有同修问 修学新领法没有一年了 外表行为上每天都有礼佛 上香 念经 放声 不失 但是内心真正的慈悲心 感恩心 忏悲心很少 我指我慢 还是非常重 有点像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请问师傅 这种状况是因为业障重 跟基前 还是说处于学佛的一个必经阶段 就是初学者阶段 就像求学中的小学生 甚至是幼儿园小朋友这种水平 如何突破这种现状 请师傅开示 师傅的回答 你里边全有了 就是根基不好 学习不精进 学佛当中的一个过程 唯一的就是你最后问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来克服它 很简单 为什么每天要洗脸呢 为什么每天要换衣服啊 脏啊 心态脏啊 太长时间在人间了 都分不出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了 所以人心不骨啊 现在的人知道什么叫命吗 想一想 谁都要命 天天还要去比赛 摩托车比赛 摩托骰托比赛 明明知道要自己的命很重要 拼命的抽烟 喝酒 干坏了 废坏了 难道他们不想要命吗 这就是人的礼仪 理念起了变化 和他的概念 这个concept 前提 听得懂吗 所以我告诉你 概念一变化 人的心就起变化 希望你跟他们讲 坚持精进学博 就会永远脱离那些愚痴和不明白和不开悟的那种观念 就是要精进 老师 第二个问题 就是以前有节目中有同修将自己转师父亲用上一世名字念1080张经文组合超制西方极乐世界 请问如以超制天界的亡人 在世的家人继续超是否只要精文组合达到数量都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要结合亡人的愿力才能去 念阿弥陀佛经是否就是劝导亡人升起信心呢 只要超度者有信心 亡人是否就能升起信心呢 请师父开始 这问题很长 告诉你 只要过世的人到了天界 他不一定会上去了 你拼命念小房子他都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他的愿力 一个人到了天界享受了他没有愿力 你再怎么超度也拖不去 举个简单的意思 这个孩子再怎么他不喜欢读书 你爸爸妈妈在边上再怎么样 补习啊对他怎么样 他就是考不下去 所以最主要自己的愿望 很多人在活着的时候他念过阿弥陀佛 他信心当中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劣根性比较少 根基比较好的人 他就算到了天道 你拼命给他念小房子 有这个机会到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愿望 你再怎么念 我要叫你去 你也去不了啊 第三个问题 夫妻共修 妻子觉得比丈夫精进 所以看到丈夫有时候懈怠心理急 就要讲 丈夫总是说 你也不可能一事修成 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一起修 怕这样下辈子又要轮回 请师父开示 应该怎样学 丈夫精进修行 波罗六道 这挺好玩的 所以夫妻当中啊 双修啊 你不能看不起他 说哎呀 你不精进啊 你怎么 他嘴巴里乱讲 你又怕了 他说 好了 我们下辈子再一起修吧 那你惨了 因为你想一事修成啊 他不想 境界不一样 所以我告诉你 你记住 像这种事 能暗中帮助他 暗中不停地给他念心经啊 念大悲仇啊 念礼佛啊 只能这样 然后不停地给他 加持 就是给他念经 就是加持 如果你这么跟他讲 他反而会 讲出不如理不如的话 话就是你造成了 反而你的境界被他拉低了 功德有肉 所以千万记住 老公修的不好 尽量拉他一把 实在不行的话 那再说吧 第四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同修碰到 诸如升学就业等人生大事 或者非常棘手的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抉择 又没有缘分打通师傅的图腾电话 请师傅开示一下 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念经求菩萨 请师傅开示 他什么问题啊 有时候碰到就是像那种升学啊 就业 就业那种就是大学 小孩子在考大学啊 家里什么事情啊 或者这个打不通 他有那个电话怎么办 很简单了 许愿啊 愿力很重要啊 你要跟菩萨说 菩萨我一定放多少条约 原来菩萨保佑我这件事情能够成功啊 但是心里不能感觉啊 菩萨我给你这个多 你要给我回报 不能这样 菩萨不是贪官啊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啊 就重新的忏悔 我渡多少人 菩萨我用功德来成全 我孩子能够考上大学 很多人不是这么求上了吗 我们的心理法门人还少啊 多少人 孩子本来智商很低的 全考上了 对不对啊 好吗 感谢 第五个问题就是 修心理法门同修 有家人过世 同修想帮家人助念 师父曾经说过 遇到家人过世 在八小时内要念 大悲咒心经和礼佛是最好的 那请问 这几个经文该如何分配 是否可以在八小时内 这三个经文 分别按时一遍 按时一遍 三遍 一轮一轮地念 念满八小时 还是有别的念法 念经时 是否一定要念出声音 还是默念 在这几个经文 默念 不能出声音 出声音 他听得出来的 因为他当时死的时候 他虽然这个魂已经走掉了 但是他的魄还在 所以他完全听得到 别人闲讲话 而且很多人哭啊 闹啊 妈妈 我没见到你啊 我完了 他心里会流泪 他魂魄 虽然魂虽然走了 魄还在 所以八小时里面最好 不要有声音 默念最好 或者找其他人参念 也没关系 一直放着大悲咒 那是最好的方法 一直放着大悲咒 大家牵着头吧 这是最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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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故事在这个期间 是不是要念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还在中间 是不是要给王仁说 说些神话 就是 不要说了呀 不要说 你还说啊 你现在王仁已经跑了 你跟鬼说啊 听得懂吗 不下去说了 不能说了 就让他脑子里清静 想着观世音菩萨 一直大悲咒 听得听得心很平静 慢慢他不知道他是死的 然后他慢慢的魂会飘的 如果当时这一哭一弄 他魂就下来 很容易被拉下去的 明白了吗 他因为一下来之后 他马上 啊 我死了 哎呀 一下子一昏过去 好了 七天醒不过来 他就叫做头戚 第二个问题 心体理念适得 不理自信失功 在平时的修心修行中 如何真正做到 让自己的肉身成为功德法身 而避免全部展为善事和福报 是否只要内心纯净 没有念头 以及在佛菩萨面前许国愿的善事 即可成就功德法身 请师父持悲态寺 要讲的 要跟佛达讲的 观世音菩萨 我最近做一个什么事情 我做这件事情 我愿意以这个功德来还愿 让我的孩子能够身体早点好 让我的爸爸妈妈能够离开医院 要用这种方法 你听得懂吗 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讲的话 可能作为佛报 他就转换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能够 能够跟佛达讲一讲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当自己做了很多善事之后 那你可以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要念功德保善神咒 实际上功德保善神咒 一念 你有很多做善事的功德 你很快就会转换成一个好的 一个功德 明白吧 感谢师父 反而师父慈悲开示 请师父一定要保重身体 我们上海功修主一定遵诚师父的尊尊教导 尊系守法 爱国爱民 内修与心 外寻与礼 将深奥的佛法融入到我们的一言一行中 借助佛菩萨的般若知慧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传纯佛菩萨的母我精神 践行恩师如今孔台上 欲中礼欲火中生年的修行理念 努力提升自己的学佛境界 跟随观思音菩萨和师父 仪式修成 早日隆登彼岸 最后 祝师父台湾法会和北美法会圆满成功 感恩南莫大子大悲 借了宝大人 感恩恩师父 感恩大子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子大悲的师父 感恩来法会的各位义工和师兄 让我们在这里有缘共聚一堂 我代表香港共修组的所有师兄 给师父请安 祝师父身体健康 弘法顺利 广度有缘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跟师父 想请师父请示 有的问题是师父说过 因为再次出现 所以一些新的师兄们 也希望师父能再次开始 第一个是关于神通的 那么师父说过是不要执着于神通 那么有同修呢 他觉得这个师兄 这位同修他有点神通 而且自己功力 可能看上去很好 面积很快 甚至呢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能够念好几张小房子 那么那个 有的是 那么慢慢有些师兄就反映 这位师兄呢 他会帮助大家看有没有灵性 去调整功课 还说看见菩萨和台长的法身出现 给大家开示 那么还说 就是看见有些灵性是跟着大家在跑 那么他还躲开了 然后那个 有的师兄就会提醒 就是说不要太沉溺于神通 但是有些师兄不太理解 他们的问题是 他们觉得和这位师兄在一起 他们能看到很多殊胜的情况 也解决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让他能够更加精进 今晚还多念了 放声也多了 这些都是好事 那么既然台长没有确定的说 那师兄是鬼通要什么的 而且这位师兄还发现去度人 我们为什么不建议他去说这些神通问题 在这位师兄看来 看图腾或者看灵性 是对那位有神通的同修 可能有不好的影响 或者是坏处 会让他自己悲咽 但是对被他看的 或者是帮助的人来说 是没有坏处的 那么怎么去劝导这位师兄 那有的师兄也说 那可能是那个师兄帮他们看过图腾 那神通 这个有神通的人身上的灵性 也可能会去找他们要经 这个说法是对不对 请师父开始 首先这个人要好好地端正自己的理念 要记住他如果再这么直篇下去 他一定在阳间会在某个医院给他留个床位 一个人一小时念什么七八张小黄子 可能吗 你们大家说可能的 开玩笑了 一张小黄子这么容易念的 大家想一想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说到看到的 有什么可以证明啊 对不对啊 一般的在人间 如果你不是大神通都是鬼通 很少有大神通的 我只能这么讲 这是真的 就第二个 第三个 很多人把神通视为像算命看相一样 实际上这是一个物比 实际上任何的算命看相 或者神通 他只不过是一个检验你身体的一个方法 就像我们到医院里去做Otrosan 做那个超生波 X光一样 它是一个检验的过程 真正的还是要靠医生开药方 把你的病治好 所以叫大家不要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因为第一伤了他 第二会伤了别人 他刚才问到个问题 如果给人家看 如果不对的话 会不会伤到别人 当然会 我举个简单的意思 鬼给你看病 你说你会得阴气不得阴气 如果这个人是坏孩子 他跟你交朋友 你说你会不会受他影响 怎么可能不会呢 前两天就是来参加法会之前 就是出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位同修晚上 在观音堂念经的时候 当时师兄就听到他在 就是就出现两把声音在念经 然后就问他就是什么知道 自己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他说他也知道 那么后来是因为那位师兄给他调了条功课以后呢 他就好像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我告诉你不能再玩了 身上已经有灵性了 所以你们以为这么容易修的 身上有灵性已经诡定住他了 追逐那些神通的人很容易诡伤神 你只要喜欢某一个事情 他就上你神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人对女色特别感兴趣 他那个 人家说女魔就是要女神 所以大家要懂这些道理的 叫他千万不要这么说 明白吗 两种声音啊 他立体声啊 面经念出立体声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网上超度的 跟刚才的师兄的问题有一点像 因为在香港呢 因为法律法规的问题 很难做到临终以后八个小时不移动 一般都要马上送到医院 那么这样子的话 同修应该如何帮助临终的家人 因为有这样一个传统 就是家人走了以后 为了不阻碍家人 同期的时候回家 或将家中的土地和佛台都封起来 那么我们心理法门的同修 应该如何去做 实际上等到头七他回来的时候 他还是在轨道里面 明白吗 真正的直接超声就走掉了 明白吗 他一般在七七四十九天 如果还当中头七二七三七 再回来的话 说明他还有这个问题存在 明白了吗 所以我去讲给你们听 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超度 是走的时候一刹那 他就慢慢上去了 他用不着到宗 宗医医生去报道 他如果还回来头七的话 那只能做呀 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给亡人做这种头七 他家里为了知道亡人到底回来没回来 他在房子前面 就在这个供台的前面撒一些香灰 撒很多香灰 结果等到那个亡人回家的时候 这个香灰上会有脚印的 鬼的脚印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民间的说法 实际上它是有道理的 明白吗 因为等到他同修做完之后 他回家了 他看得到家里人 他就回到家 他看到家里人 他跟他讲话 我叫你你怎么不理我 叫儿子 儿子也不理我 他回到家了 然后他一看供着他的相 一下子 哎呀我死了 我又痛苦难过 一昏过去 又是二七 因为一昏过去就是七天 明白了吗 是这个概念 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呢 这家人他并不是全修心灵法门的 那么传统就是人走了过生以后 一定会做法事 会起法事 对呀没关系的 那么法师们会念很多不同的经文 比如说那个地藏经 阿弥陀经 大悲哲等等 那如果是家人要做法事 我们可以建议法师 有什么经文 如果法师愿意念 清明法门的经文 就可以念 都是佛经上的 都是观世音图在的经文 跟法师念的一模一样的 大悲哲心情 哎哎哎 都是理禅都考念 阿弥陀经 都可以念 然后呢就是等到 比方说这个 这个法师如果说 我们不念了 好你就教他听法师说 按照他们的法观念 你为你刷下房子 营养草 什么还是看本人的根基 上去不上去 最后是看本人的根基 大家听得懂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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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问题就是 是关于放生的 那么我就是 我们有同修之前呢 是做一个卖鱼的生意 十几年了 现在呢 他发新休息心灵法门 把鱼档也转让给别人 现在是帮同修定鱼 那么他因为他之前一直 也帮助其他法门的师兄 会定鱼放生 那现在为了方便其他法门 还是会帮他们定鱼 那这种情况就是 只是帮心灵法门 和其他法门的师兄定鱼 不是带放生 那么对他自己有没有影响 那因为他之前做生意的时候呢 和市场的鱼档 是人都认识的 顶让出去的鱼档 也是认识的 他如果是真心学佛 他只要在里面不练财 他不但没有过还有功 他是在做善事 他一样在放生 如果他在里面 帮人家定鱼的时候 还想赚点钱 那他就才倒霉了 听得懂啊 听得懂啊 听得懂 感谢师兄 我的师傅 那香港有的卖鱼行业 它是专门做放生的 因为很多法门都会找他们 因为他们的鱼呢 放入海中存活的时间长 那么有的海鱼市场卖的鱼呢 它是咸淡水鱼 放入咸水之中呢 没有办法存活时间很长 这种情况 做这个放生的鱼的生命的人 他是有功德还是有业障 那我们放生的时候 那我们放生的时候 我首先问你看 哪来呢 他是在海里的养鱼场 养好了 养好了 拿过来再放进去 要多少可以多少再放掉 这怎么叫救人呢 听得懂吧 救的是已经在市场上 被人家饭片要买过去 要杀掉的鱼 你把他救下来 放掉了 那个是养鱼场的 我把今天一万条拿下来 放进去过两天 再卖给人家再放 那才叫billiness生意的 听得懂吗 不可以 就是如果他们是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去买他 他就要送去餐厅的那种 我们就可以放 对了 不去买他 他要送到餐厅 要杀死他们的 给人家吃的 你把他救下来 那才叫功德 就是那种养鱼场 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就可以找 对啊 只要他要送到饭店里 你就可以把他拿下来 明白了吗 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后 那个是 新同修 很多新同修 都想尽快消除业障 拼命想多念小房子 但是因为不同的根基 债务不一样 就出现了很多种情况 有的人拼命念 还是觉得差的太多 慢慢就有挫折感 觉得道路很漫长 有的人觉得呢 慢慢就觉得 唯一重要的事情 就是念小房子 消除业障 对家人啊 和工作呢 这些事情都没有太多的感觉 觉得自己已经开悟放下了 那么这些心态 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的 我们要如何摆正心态 你这些问题 我过去在很多问题上都回答过了 你好好听听嘛 好吧 学佛不能执着 这是真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说我学佛了 我什么都不管了 因为你现在是在家居士 不是出家 我们生活中的不一样的 当次不一样的 所以你必须在家 你就要照顾家 你不能说我家不管 我来修 最后弄到家 搞得乱七八糟 最后还让人家造口业 这绝对不可以的 明白吗 所以修佛修心 要顾及全方位 因为我们在家居士 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 如理如法修 一定要懂得 顾前顾后 所以你想真的哪一天 彻底放下了 那是你真的放下 还没有放下之前 尽量要懂得怎么样 能够如理如法的好好修心 好吧 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感恩大慈大悲 的龙君洪台长 弟子代表英国公修组 请谈上开设以下问题 第一 请问师父 财 色 明 食 睡 五个贪念 借除的难度 是否有次第之分 请师父开设 灝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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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thrown 实际上知道 一个人只要摊上了这基 是没有次第之分 任何东西 只要你着魔了 我迷上了 你一定不太悟了 所以你不能说 哦 财我可以舍 色我舍不了 实际上每个人的爱好不同 每个人的劣跟性不同 有的人就是好色,有的人好财,有的人好明 实际上这都是一种不好的东西 怎么可以有什么分别呢 都是不好的,全部要把它去除 没有说这个好一点,我慢慢去除 那个不好,我很快去除 所有不好的东西,全部去除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脚上有脚气,和你脸上长颗颗的 我先把脸上慢慢去除,再把脚气去除 你脚一脱的不能走路了 对不对呀,跟脸上一样难看 所以身上只要有毛病,全部去除 不要胆 那比如说我又贪睡又贪吃的话 就是看哪个更严重 就先把哪个解决掉似的 先又贪吃又贪睡 那就是不告诉你,比较懒的 实际上像这种,你首先要记住 贪睡本身这个人就是属于思想懈怠 境界不能提高 所以没有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 听得懂吗 那么好吃是因为你贪图美食 你觉得这个好吃,那个好吃 那个肠胃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把肚子撑得很大 甚至他不吃也没吃 听得到他饿了 你对不对呀 所以实际上睡和吃有相辅相成的意义 因为你们知道吃饱了就想睡 睡足了又想吃 所以两个都要同时改善 然是不坚持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佛法里面一再强调 人生难得 究竟有什么样的真实原因 我问你 动物多还是人多 苍蝇多 蚊子多 蚂蚁多 还是人多 动物多 好了 好了 大姑娘 少的东西是不是难得呀 对不对呀 多怎么不稀奇呀 所以人生难得呀 几个人学佛的 台湾到处还都是很多素食店的 对不对呀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是问的 对不对呀 你想想佛法难闻吗 很难闻吗 财长来了 还是有人来 但是还有很多人还不相信呢 你说难闻吗 对呀 所以人生难得 精以得呀 你得到人生很不容易 你千万不要携带 千万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啊 要一事修成啊 有本事 咱们以后 五十年之后 咱们在天上见 下一位题就是 可能是在国内的能修 比较遇见多了一些 现在放生的很多 有时候遇到紧急情况 想放生 可又买不到 合适的鱼放生 花鸟市场里面 有手指头大小的 是为那些金龙鱼 和一些大鱼吃的小鱼鸟 我们可不可以 一下买几万条放生 这样如理如法吗 如果是为众生平等的话 这样的功德是一样的吗 嗯 你讲话这么标准这么慢 要记住 买大鱼买小鱼是有区别的 买很小的鱼 实际上它本来就要养它 它养大了才杀它 所以当你买了小鱼苗 你放下去的时候 实际上它本来就不杀它 听得懂吗 但是它会就是就是 喂大鱼吃的 如果去喂大鱼吃的小鱼苗 你就可以放 但是尽量放要一户口这么大小 就比较好 如果太小的鱼 那的确 就不如放大的鱼有效果 明白吗 感恩师父开释 感恩师父开释 最后一个问题 请师父开释 我有最后的问题 请您讲得快一点 今天在观音堂拜佛的时候 看到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像的周围 有这个白光 就是观世音菩萨头像的很亮的白光 然后就是好几个地方都有 如果看到这样子 或者在家拜佛的时候也能看到的话 是不是就是观世音菩萨来了 还是说师父法来了 讲得很快 我们早就应该找不见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看见观世音菩萨头上的光 那就是菩萨来了 这个问题我马上可以给你解答 我可以告诉你 昨天下午开始 观世音菩萨就在这里了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看看 听得懂吗 所以你们赶紧求 求得很灵的 您能忙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开始 祝师父在台湾 还有北美 弘法一切顺利 感恩师父 感恩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纳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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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师父的所有义工和同修们 你就不要停了 直接说下去 弟子代表北京工修组 给师父温好 向师父请安 请师父慈悲开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关不二法门 师父经常给我们讲 学佛要不二法门 尤其是已经拜师的弟子 更是要一门精进 一教奉行 我们念经做功课 要不二法门 平时生活行为 也要不二法门 有些师兄 学习心灵法门 非常精进 但是在生活中 还练瑜伽 屁股 找通灵人 看图腾 看病 请问师父 这些行为 是否违背了佛二法门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实际上大家要记住了 这个佛二法门 菩萨不会这么狭隘 这个佛二法门 讲的并不是某一个法门 是讲的 我们学佛精进的心 实际上就是说 你要好好地 一门精进地学佛 学法 并不是说 这个法门 那个法门 鼓掌啊 实际上 同样一个法门 你在里面 可以数据到很多 你 头疼一疼 脚疼一脚 好好的看病就好 寻找到一个 最适合你的法门 就是你的 唯一的法门 就是你的 不二法门 谢谢师父 第二个问题 公修组中 现在有极少数的老同修 甚至是已经拜师的同修 退转了 不修了 有的师兄认为 我们不应该放任他们不管 要积极做他们的工作 把他们拉回来 另外也有师兄认为 应该随远处之 这些人 有的已经拜师 有的还让师父看过图腾 他们不修了 是他们的缘分和因果 我们不该强求 而是要把时间 放在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上去 这两种意见 哪种对呢 请师父开始 两种都对 又要不要放弃老的 又要不断的去度新的 一定要度新的就把老的放弃 一定要就老的就不去度新的 啥姑娘 不开智慧啊 待会儿留下来好好念心经 谢谢师父 第三个问题 前世根基 今世的修行 和他所处的外环境 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少 哪个更重要 为什么有些根基很高的 和前世有修的师兄 反而学佛不经心呢 很简单 有些人有缘无分 有些人有分无缘 所以学佛的人 本身只是个根基 这个根基代表的你 过去生修的很好 你闻到佛法 你有佛缘 如果你今生的外环境不好 造成的你不能一直在学佛念经 你就会有现代 你的根基就会退转 所以很多人这辈子不好好学 虽然他根基很好 但是他退转了 他就不学佛了 听得懂 听得懂 师父 那关于人间福报 师父讲我们要西福 那么有很多今生有很大福报的人 他们现在学佛了 然后懂得西福 他们不用他的福报 或者省着用 那么他剩下的福报 是会转化为功德呢 还是会严寿 还是会转到他的生理 只要他剩下的福报 还拥有 还不停的在努力 他在修行 他剩下来的福报 全部都可以转为功德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人物 他一学佛 他接下来越来越好 越来越长手 就这个那里 听得懂啊 听懂了 感恩师父 我们的问题都来了 我们最后代表北京工修组 和这些没有能来前来台湾法会的同修们 祝师父法体安康 同法顺利 我们一定好好修 不辜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对我们的期望 谢谢师父 感恩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自大悲恩师父军蒙台长 弟子代表新西兰共修组 给师父请安 听大家问好 嗯 谢谢 谢谢 很多朋友说已经许愿吃全素了 但是因为在新西兰有很多店 他们煮东西就喜欢直接一把洋葱一把蒜 这样就进去了 已经许愿但是出去吃饭 有时候真的没法控制 那如果 你跟他讲呀 对 讲了讲了 他还放 他还放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 自己感觉嘴里有味道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跟菩萨 臭的不得了呀 哈哈哈哈 洋葱大蒜韭菜怎么能吃 吃得来 真的把胡子都熏了跑啊 因为他已经放在那个饭里 又不能浪费洋食 所以就要很久 你还给他呀 叫他处理 一闻就不能吃了 你敢吃下去 说明你六根不进 听得懂吧 你不能吃了 臭的东西你还敢吃啊 他想闻了就 很多人吃洋葱大蒜的人 吃昏的人 在我边上闻了我头就晕了 我这次坐飞机来的时候 跟你们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坐在我边上那个戏人的老太太 哇 不讲话 那个臭的我头就痛了 不然我只能跟他说 能不能给我换个位子 他们把我换掉了 否则我真的 睡觉都是头痛啊 臭的在见着不得了 那有些同修就想出 许愿的时候说 尽量戒五心 这样无理 尽量戒五心就是 我尽量不杀人 我尽量不做坏事 偶然我也做一点 那这样不算许愿 那当然了 这个什么愿啊 这叫奈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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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智慧尺长过来拔掉了 然后呢在原来的位置上又长了 呃 听得懂嘛 智慧尺拔掉了 他又长出来 所以那根没有断掉 那么再拔掉 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假姑娘这也要念经啊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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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开示 弟子问题问完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要跟师父报告 跟大家分享 八月十日 好事为 我们有一个同修的老公是洋人 他们是去参加了一个法会 然后呢 他回家以后 就跟他太太一起 跪在观世音菩萨念经 念前念经 然后他在飞机上就已经开始念进口夜子眠了 他说因为我吃荤的 所以我想要念经 旁边所有人都看着他 他说我不管 我找到菩萨了 然后他两周 现在开始已经念礼博大唱会了 上周呢 他来参加我们的共修会 然后他说 他一定要让我转告师父说 感恩您跟他太太 让他找到了欢欣 很多西人上辈子都是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上辈子 脸现在是中国人 上辈子是西人 教你们一个方法好吧 所以比方说他们有人问我说在澳大利亚比方说我们老人家过世了 如果埋在澳大利亚 如果你不念经的人 你埋在澳大利亚你上辈子下辈子投胎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个西人 听得懂吗 但是你如果信佛的你可能出来投胎的话还是一个中国人 明白了吧 所以像这种洋人他为什么喜欢秧茶 他为什么喜欢中国人的文化 上辈子是中国人呀 听得懂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刘娟洪师父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们 感恩在场的各位同修 我代表福建共修组 祝师父法体看见 同法顺利 常住在世 我今天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关于度通灵人的相关问题 第一 去度通灵人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特别当心 因为通灵人身上有灵性 你要度他的时候特别当心 因为度的不好 他的灵性就到你身上来了 明白了吧 所以千万要当心 度通灵人最好让他自己开悟 而且等到他慢慢学佛之后 就不要让他再去做这些事情 实际上他就借着鬼有五通 在他身上慢慢的看到很多东西 并不是他自己本身看见的 明白了吧 明白了 那通灵人修心灵法门后会反复 当他们遇到附体 阻碍修行时 要怎样修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会多念小房子呀 最好把他请走呀 因为你不是真正的一个大的一个善知识的话 你很难把这个鬼能够请走 所以他老在你身上 他经常帮你看看 看到后来你就离不开他了 他就会慢慢搞你的 听得懂吗? 神经命运就是这样的呀 听懂吗? 在供修时有的通灵人附体上升 自称什么什么的 这时大家不知如何面对 请师父慈悲开示 大家尊敬 我们说学孔老夫子一句话叫 敬鬼神而远之 我们尊敬他 但是我们不要去惹他 他附在身上的时候 你们讲话 骂他不好 他真的会很生气 他会搞你的 这个师父都知道了 他搞起你很厉害 东南亚他们不是 经常有人不是做那些下缸头吗 就是这样的 他可以用这个魂 把你拉过来 弄你 然后再把你回过去 你马上回来之后就傻了 他把你回破 再拿掉一破两破 你回到家里你就傻掉了 听得懂吗? 这就是这个道理 千万跟他们小打交 很危险的 谢谢师父 有声音都变了 讲快了 讲下去啊快点啊 师父您在白话佛法 功德心中产存 本性清净无碍 这一篇中说到 本性是慈悲 是无智体 是空的 也就是说 人的本性 是用不着修的 在另一篇 本性是修出来的 这一篇当中 您说 每个人的本性 会分别 但是佛性 就不会有这样的分别 我想问一下师父 这本性 到底要不要修啊 本性 是不是你家了 你家里里面蛮好的 但是你外面破了 他找不到你家了 你是不是要修家 它是你的家呀 就修出来以后就是佛性啊 没听懂呢 一时半点 就讲给你听 本性 最初的本性 原始的本性 叫本源 本源的就是佛性 佛性是不会变的 是善良的 但是慢慢随着外城的转变 你的本性找不到了 明白了吗 所以修的也叫修心 修的你的本性 实际上这个本性 不是初始心 而是修你在初始心 外面已经受污染的这个心 把它修干净了 就看得到本性了 明白吗 明白了 我已经画了图了 师父我想问一下 那个什么叫自信 自信 我问你啊 你考大学的时候 你认为自己考得进了 考得进吗 自信 就是那个性格的那个性 对呀 哦 你说自信啊 是本性的自信 就是自己的本性 叫自信 如果那个性 就是你的信心 我自己相信 我能做成功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所以我问你一句福建话好了 我听他们说 我是福建人 讲出来叫 我和福建郎 你们就说 我是福建郎 跟你开玩笑 师父我们一定会听您的话 爱国爱民 不集会 不连财 好好念经 好好学佛 好好度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明天呢 台长呢 跟大家 还要看图腾 看图腾是什么呢 就是 当场给大家呢 知道前世啊 你的爸爸妈妈 在哪里啊 或者过世的亡人呢 他就可以看到你身上里面有灵性 台长非常高兴 今天呢 跟大家借个缘 也感谢大家的光临 感谢法师的故事 谢谢所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佛员们 谢谢大家 感想希望大家 能够有一个 一个快乐 我们的学佛的境界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学佛 佛在我们心中 我们将所有的人 都能够成为佛 那我们这个世界 一定是和平的 我们的心一定是干净的 希望大家 无病无灾过一生 开开心心过一生 永远地跟菩萨在一起 永远地做一个 我们心中的人间佛 谢谢大家 很高兴 希望大家多度远 明天也是个难度的机会 台长第一次到台北 来跟他晚会 希望大家多度有缘重生 很多时候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就做了功德了 希望大家好好的 广结善缘 很多人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贵人缘 贵人缘就是你们集成的 当你们如果经常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贵人缘了 因为你帮助别人 别人一定会回报帮助你 这就是你的贵人缘 广结善缘 广众菩田 让我们的心永远跟菩萨在一起 谢谢大家 那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师大夫的关心菩萨 感恩大师大夫的如居同台长 感谢大家 大家本次如居同台长 世界国有见面会 今晚的见面会圆满结束 大家就如居同台长 发行优优独播 感谢大家